南风轻轻,轻轻的叮咛 小草们,醒来吧!冬天离开了,春天已经来临 快快换上新衣 要知道你们的工作室让这个世界更美丽 能够把生活的经验写出来变成文字 这文字会变成一种张力、影响力 来播放我的幸福元素 他是受到《归有光》的这个写文章要具体 要有感人、要有书情味 整篇的设计受到林海英 城南旧事里面 以城南的整个小地方去努力去刻画人物 把人生的取材 他就受到胡氏先生的影响 还有他叙述的时候 有一点受到那个神父的这个《福生六记》里面的 虚拟的也好或者是具体也好 都写得栩栩如真很生动 写文章《真情流肉》事件的举例子 就符合我们艺术、文学的艺术一样 就是有真、善、美的特色